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哥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酒罐開架眼唇卸妝液的PK 為什麼我會想要來做眼唇卸妝的PK 第一個是因為PK文真的很多人非常喜歡看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哥哥平常眼妝都算是比較重 所以我定期都有在買眼唇卸妝的 只是我自己用了好幾個牌子 一直都沒有找到自己很喜歡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一定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樣的困擾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找了幾個牌子 就是大家都說 欸 很好用很好用 把這九個牌子募集起來 那來PK看看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哪一款就是比較好用 但是我覺得一定有孩子是非常心急想要 你哥哥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跟我講結論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在這個時間點直接去看結論 那如果想要聽我一瓶瓶講說 欸這瓶好不好用啊 有一點訓練啊還是什麼的 就是這些Lolibusle的話 就繼續往下看吧 那接下來柯柯就一瓶一瓶介紹 我先講這一瓶好了 這一瓶為之的就是我是用最久的 然後我是在Costco買 Costco就是兩瓶699 我覺得它不太熏眼 可是我覺得蠻消耗化妝棉 然後有一點點油 我大概是一到五分去品嘛 我覺得它是二分油這樣子 這罐斯蒂紙其實還蠻多人推薦 我是買比較小瓶裝的 它才60ml然後是99塊 那雖然很多人很推薦這罐 可是我覺得這一罐對我來說其實還蠻熏眼還蠻油 然後而且它的油我覺得是會卡在就是你那個睫毛當中 然後而且它雖然很油 可是它有時候卸那種就是抗水抗暈的眼線筆 我覺得它也卸的沒有很感激 對我來講我覺得這一罐雖然沒有到雷 可是我覺得我不是特別喜歡 再來這一罐Memory的話是比較濕潤一點 然後我覺得上在化妝棉上面也是算好 就是滲透 蠻適合就是濕膚卸妝 然後它這一罐是70ml 價格我買的時候是169在特價的時候 那原價它通常是199 我覺得它不熏眼 油度的話我也覺得大概只有1左右 我覺得這罐我還蠻喜歡的很清楚 然後這一罐地芬妮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推薦 聽說它就是去年的時候有小改版過 然後還蠻多人說小改版的不好用很熏眼 可是我覺得這一罐其實有讓我驚豔到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CP值很高 然後就是很清爽 卸妝力真的蠻強的 重點是它這一罐是120ml 然後因為它一罐是199 我記得曲城市好像常常有在做第二件75折還是5折 所以就是真的買起來很便宜 然後再來要講的是1028這一罐 這一罐也是非常多人推薦 那我買的這個頻數是85ml 然後它也一樣在特價 那它原價是199 特價是169 我覺得它也是蠻水潤的 然後跟剛剛就是前面幾罐比較起來 它又更濕潤清爽 然後沒有感覺到卸妝油的存在 可是它卸妝力也真的是蠻強的 只是我覺得缺點應該是說 它算是ml數比較小吧 很快用完 因為畢竟女生都天天化妝嘛 ml數有點小 感覺消耗得太棒 那beautymaker這一罐其實也是蠻多人推薦 然後我覺得它有水分離我覺得超漂亮的 但是呢 這一罐我也覺得有一點點薰眼 可是跟就是這一罐是地補比較起來 它又沒有那麼薰眼 然後我買的ml數看一下 我買的ml數是100ml 我買的價錢是279 我覺得這一款卸妝力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對我來講有中上的水準 唐氏這一罐後面兩罐其實都是比較 我覺得相當於前面是價位比較貴一點點 唐氏這一罐我是看到它是韓國就是愛用推薦 它的瓶裝也包裝很漂亮 雖然120ml就299 感覺起來比較貴一點 可是它真的非常清爽 卸妝力也超強我覺得超讚的 但是我 它雖然裡面好像沒有覆盤酒精 可是我覺得它聞起來有一種那種酒精的涼涼的味道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的錯覺 但是我覺得卸妝力還不錯 這罐我覺得我也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Roreal這款呢 它因為是250ml 但是要380元 這9罐當中我覺得它是最貴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是最方便 質地是比較清爽比較濕潤的水 對於旅行來講是非常方便 可是對我來說它有一點點薰眼 大概程度是1吧 然後油的程度其實也很輕微大概1 所以就是非常適合夏天 我覺得它是很適合夏天的一款卸妝液 好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自己內心的排行 就是當然不好的我們就是 先放一邊然後不要說太壞話 這樣才不會得罪人嘛 這樣才會愛我 好 回來吧 就是我先講我喜歡的Top 1 因為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應該會是 蒂芬妮亞這瓶 這瓶我覺得就是自己CP之高 然後又好用 然後也蠻清爽 卸妝力真的很強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部分宣制的話 應該是唐氏跟柔柔這兩瓶 這兩瓶我覺得也都 既漂亮然後又卸妝好 然後外出旅遊又方便 很輕鬆 然後再來第三瓶的話 你眼妝比較平常沒有像那麼濃厭 或是會戴假睫毛之類的人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瓶 Meverly的我覺得也很好用 這四瓶其實就是我真的覺得 欸 用了之後我覺得還蠻驚豔的 就是 欸不錯蠻好用 我下次會再回購的名單 然後卸妝的部分 因為我後來發現同樣一個產品 有的人會訓言 有的人不會 有人覺得優有人不會 所以這代表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主觀的感受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是你們有覺得有其他哪些 就是眼唇卸妝開架既便宜又好用的 然後卸被我遺漏之珠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如果你們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然後還有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